一问就是国外好 一说就是去不了 可能你没有感受过 那个封控的中国 对吧 又开始捞这个了 又开始 又开始 没有感受过这个了 美国的结果是什么 美国的结果是100万 100万个生命嘎盆 美国的结果 美国的结果是 你多少 你确定美国就100万个嘎盆吗 得多 得多 还得多 大概有多少 110多应该是 那上海告诉你 开放之后 火化的都不止 你来拿数据 拿数据 那你觉得 你数的吗 你数的吗 哥们 你数的吗 能拿到这种数据吗 小粉红 我告诉你 我们不是小粉红 我们是夹头 夹的就是你这种头 你好 你好 你现在还是在美国是吧 啥时候回来 下个月 是回来再也不去美国了是吧 不一定 早的了 就主要回来是为国做贡献是吧 嗯啊 那回来还是继续直播吹美 也不得黑美对吧 对 你在那里美国待多少年 14年 看给你养的不错呀 白白胖胖的 美颜开得大 美颜关了下次了 完了呢 哎 那这不是美国美颜的问题 反正肯定没给你养岔了嘛 对吧 嗯 完了呢 那现在你觉得是美国哪里不好 还有中国哪里好呢 还有我想问一下 如果你你是14年没有待在中国 当中有回来过吗 回来过呀 几几年回来的呀 啊 111316 1717 啊 基本隔两年回来一回 对 回来一回大概待多久呢 两三个月呗 啊 咋的 说当事 那我不知道 那现在就是你在美国待那么久 就是美国各种不好 现在你就觉得国内特别好 对吧 然后想 觉得 然后就想回来 好好在国内发展 对呀 那你在美国之前不做主播的时候 都做什么呢 你一点了解没有啊 啊 对 照常理来讲嘛 我要不看你不是个幻者 我都给你提起来 开过饭店 当过经理 卖过宽带 搞过建商 基本上该都干过了 做过运营 主要做落地操盘 开盘手 然后呢 那你平时生活是主要是针对跟华人那个接触呢 还是 华人 融融算 啊 融不进去 那就思想还是华人思想 是吧 也不准备就是融 也不 也不就是 这不是你准备 你想 你想没有用 明白吧 你就是想融入 融入不了 对吧 你想没有用 谁要跟你 你就是你要在互联网上 你见哪个主播 看我融入老美圈了 啊 我怎么 我想融入 我就融 那是存扯淡 存催疑呢 那是 你想没有用 你只能表面的时候交两个朋友差不多 那朋友我不学 我有的是 你用圈融不进去 但主要生活还是跟华人交朋友 对吧 因为我那个啥呀 这个性格习惯合得来呀 你现实有没有朋友 就有没有朋友请你吃过饭之类的 有没有 那我在国内 那我肯定都是华人朋友 我听你说话 我以为你没朋友 家人都够像有 就是正常来讲 就是假如说朋友请你吃顿饭 今天大头便认识 我请你吃饭 我买单 就是咱俩 我买单 下回你正常来讲 就咱俩今天吃完了 你下回应该是什么 什么举动 还有我想问一下 你觉得现在家宿舍就在你们美国 你咋不回答我说话呢 你回答我说话 就是我今天请你吃完饭 完了你下回什么举动 你是不是再请回来 对呀 那你会请吗 那我会请呀 老外不会 老外 不一定全部 所有老外都不会 不是 老外是这样的 老外是这样 你今天请他吃饭 他谢谢你了 正常来讲 他们的概念里面 就比如说 如果朋友没好的那个关系的话 就AA 下回他不会 咋说 那是你没有接触 你不接受人家的想法和思考 好好好 所以说就是应该按照他们的思想来 是那意思吗 那你在人家的国土上 你为什么不接受人家思想 不融入他们的那个想法呢 对吧 那像你这样说的话 你就不应该给你送出去 你就应该踏踏实地在国内待着 那我出了以后 我发现 所以说融入不了门 而且大多数跟我都一个情况 那你这个觉悟有点晚了 那你的觉悟多高 生活了14年 你才现在现在回来 你想想你觉悟多高 你在哪个城市 我上海 你出过国吗 出过呀 你个国外你融入华人圈了吗 不是 融入老外圈了吗 我又没出去定居过 我怎么叫融入华人圈呢 那你见过你身边的哪个绿马拉 都融入老外圈了 我听听 哎呦我的天 你说说我听听 这大概融入是什么样我听听 那你解释一下 你觉得融入是什么样的 就最起码你得就是 你跟华人怎么相处 他跟他们怎么相处 对不对 那你这样说就不可能 那我们生活华人5000年 儒家思想就本来不是他们这种东西 跟儒家思想有关系吗 儒家思想我没学过 我说实话 你怎么可能没学过呢 你现在37岁对吧 我看了视频 我37岁 那你就是20来岁出去的 你怎么会不受 儒家思想影响呢 那怎么影响 具体的影响在哪 你这么高端 你给我们讲讲 跟人家这个文化有什么冲突 亚里士多余吗 肯定解释我呀 你讲讲 就是有些冲突在哪 是不是我们潜移默化 很多东西我们不知道 你说是 那我没有你在生活那里 14年的 你连我生活14年经验都没有 你连见都没见过 你呆都没常呆过 你在这指手画脚比划啥 凸显你的优越感 显得你出过国 你在哪个城市呆的 我听听 你个国外哪个城市呆的 你说说 那个城市什么环境 我听听 不是你问我的事 我初没出过国 和你 你没问我在 你跟哪个城市呆 我听听 我看看会不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万一你误解了呢 我是这个意思 对吧 比如你要去墨西哥 咱说到墨西哥这地方 我为啥去墨西哥 那你去过哪 我去了泰国日本韩国 没出了亚洲一圈 新西兰 新西兰 就去没去过欧美国家 欧美国家自成一派 对不对 人家自成一派 你去的那些地方是另外一派 你去没去过欧美国家 没去过 老外跟新加坡人一样吗 什么 我说的是新西兰 不是新加坡 新西兰 新西兰跟欧美一样吗 我不知道 我没去过 我问你 那你要这么说 怎么叫一样 怎么叫不一样呢 就是我印象当中的美国 它是一个多移民国家 它有很多人是来自世界各地的 不同的族裔 有他们不同族裔的生活方式 实际上真是说大圈 它这个地方很像 我昨天突然一个说法 它很像一个大泡泡 大泡泡里面 里面有好多小泡泡 这个大泡泡叫美国 里面这些小泡泡 来自各个国家 各个族裔的人 不单是华人 不跟其他老外 老外也不跟华人接触 韩国人跟韩国人一圈玩 印度人跟印度人一圈玩 这个圈子 它中国也是一样的 中国也有地域圈的 这个完全不一概念 你中国在地域圈 你都是中国人 这个连籍惯都不一样 长都不一样 饮食习惯的也好 什么也好 通通都不一样 信仰都不一样 明白吧 就你到老外 你到有些印度人家 你穿袜子都是不礼貌 你听过这个吗 就我到你家脱鞋 我能理解 我到你家 我穿袜子都是不礼貌 是怎么怎么理解 你懂吗 你要讨论说 这个是比如说 融入这个问题 你必须得懂 很多国家不一样的地方 对不对 那些外地人来上海 觉得融入不了上海 上海哪个习惯 让他们融入不了 我听听 他们觉得我们排外 一样的 我们上海 就外地一样的 他们觉得我们外地人 一样的道理 不是 外地人 归外地人 你说这个情况 我跟你说确实有 这个咱俩不干 确实有 因为啥 觉得自己不是本地人 没有这个主人王意识 或者是包括本地人 也跟他们很多生活习惯 甚至讲的方言 可能都不一样 这个或多或少 肯定是有的 我现在跟你讨论的是 来自不同的国家的 你别老说到那个人 你拿你邻居说事得了 你这个楼梯道里面 一共12户 一共6层楼 他们也不进你家 你也不进他们家 你们都住一个楼里面 你说跟这个没有关系 你不要搜到这么小 咱们把眼光放大一点 不要因为没见过 就不敢想 你大胆想象一下 对不对 你说说 他滚蛋了 他滚蛋了 你别说话 我不会滚蛋的 好吧 还有我想问一下 那你对现在加弗斯 在你们美国 不是 不是 你咋不回答我说话 你老着急开始 下一回话题干啥呀 烙非得可着你来吗 我问完了以后 你为啥不说呢 你老什么 加瘦师加六师 你老开始下一话题干啥呀 你着急呀 你说话呀 不是 你想我回答什么 我想你用上海话 能干啥我 我干啥我 我能听我懂啊 我啥还你去呀 好 还吃得吧 能老不啥你啊 你看了我这么多视频 你不知道我老婆上海人 我两人老婆都上海的 我不这么看你视频 我只是觉得 你那些 你觉得哪不舒服 你得了打打照这么半天 说白了都大老爷们 没意思 你说哪不舒服吧 比如说你是觉得 我在这待着 我说这地方不好不合适 是这意思吗 很正常 那我现在在上海 我也觉得上海很多地方不好 可以啊 不合适一样的呀 那你质疑点是什么 对不对 但我觉得就是你得客观讲 好哪不客观 那如果真的像你说的美国这么不好 你为什么待了14年 之前你也一直回来过 我之前是美吹啊 说的很清楚啊 之前是美吹 大概四五年前 三四年前吧 转的转变的 我刚来说 比你见过所有的美吹都能吹 连他们电线杆子涨的破 我都能吹 反正你没有感受过 那个风控的中国 对吧 又开始捞这个了 又开始 又开始 没有感受过这个了 那所以 所以国外 做的比较好吧 你的意思 是不是 我不用感受 我见过 我媳妇上海 当时他 首先我从来没有说过 我到我连麦到现在 我从来没有说过 美国哪里好 对吧 那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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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要不是觉得 其他地方好 你哪来的差 如果你要不是吃过 更难吃东西 你怎么会觉得 这个东西好吃 对吧 这合理啊 如果你这辈子 没见过 没听过的话 你的思想认知当中 如果没有的话 你怎么会觉得 这个东西不合适呢 你没见过合适的 你怎么会觉得不合适 对吧 你这肯定心里是有的 你别 哥们我跟你说 从头到尾 小粉红不要来我这里 给我留言了 小粉红 我告诉你 我们不是小粉红 我们是夹头 夹的就是你这种头 明白 你不要觉得 自己的见识很高 认知很高 或者是你觉得自己挺特立独行 你一说真正东西的时候 你就说不出来 你觉得自己挺冤的 哥们 我多了不说 你要如果是上海人 你说什么 你是没见过 这没见过 那我其实不是没见过 我其实上海人 我该看的视频 你见过但你没有感受过 不用感受 我感受过比那更绝望的 你觉得绝望 你觉得恐怖 我感受过 我感受过比那更绝望 对吧 不是不是不是 就在同一时间 在同一时间 在美国当时是什么样 他不管 他为啥不管 他管不住 这是两回事 我跟你讲 这是心有余力不足的问题 如果说 比如说咱们现在是 咱俩上学 咱俩是同一个班的同学 那我们这里现在 结果是什么 也是管不住 不对啊 那结果可不一样啊 美国的结果是什么 美国的结果是一百万 一百万个生命嘉宾 美国的结果 美国的结果是 你多少 你确定美国就一百万个嘉宾吗 得多 得多 还得多 大概有多少 一百一十多应该是 那上海告诉你 开放之后火化的都不止 你来拿数据 拿数据 那你觉得 你数的吗 你数的吗 哥们 你数的吗 你拿不到 你数的吗 你猜的吗 你觉得的吗 那我身边亲戚朋友 感受到的啊 对吧 你身边 你身边有几个亲戚朋友 你打开你的摄像头 让我看看你通讯住 有几个人 好不好 你让我看看 你微信好友有多少人 一百万 你张嘴就来吗 啊 那是因为美国敢公布 你问 在中国敢公布吗 我告诉你 就像你这种人多了去了 那是人家敢公布 你不敢公布 我告诉你 你连数据都看不着 你都没进来 人家不给你就对了 你这种人说实话 如果能选的话 国内 国内如果能选的话 给你都提一出去 给你扔 如果是我说得上 给你扔 给你扔那个柬埔寨 你自己去玩 我告诉你 你抓紧 你抓紧 你要不你那啥 你这样下来 我有那个 我背后有关系 你把你身份证拿出来 我给你申请一下了 我给你担保 我给你办过来 完了 方不方便 方不方便 我给你办过来 完了 我现在这资料挺硬 我家的平均在美国 你家就去 那你咋还不走 你这还赖着干啥呀 那么不好 你咋还不出来呢 你看看结果 哥们 美国的房子 经过同样 这几年时间 来 你还别说 你是干啥的 管管你 啥年代的 还管控 我眼睛看见都这么多 飞着来的 走着来的了 跑了 我眼睛看着这么多 飞着来 走着来 你多啥呀 管你呀 我想知道了 你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你那么不爽的话 你看结果 你别硬降 怎么现在这么多人 没有工作呢 在美国 为什么这么多人 没有工作呢 原本那个房子 卖的那个价格 怎么涨了30%呢 我问你 怎么物价涨了40%呢 怎么这一息 干到8%呢 软得那么好 家里面房子 掉没掉价啊 一个通胀 一个通缩 说明什么问题呀 你一眼见的不止 你告诉告诉我 一百人站你面前 是多大一堆 你敢说一百万 你见过 你可真能吹 一百人站你面前 你都黑压压 透不过气 哥们 你这辈子可能没有时间感受 你但凡解个婚 你但凡你家里面 还能数数 能凑够一百个 做解放 解放领域 你凑够一百个人 站你面前 你先感受一下 你吹牛逼的时候 打个草稿 我谢你了 一眼怪气 那么不好 你出来呀 你家亲戚在国外 你家亲戚不出意外 在美国 现在刷碗都刷不上 不行 你问问你家亲戚 要命 你家戚不出意外 你家戚不出意外 我来问你原来 你要你要ã戚不出意外 我来问你 我来问你 感谢观看